被害人家屬的一個意願 那最近有一則新聞 就是我國有一對男女 他們在義大利羅馬結婚 不過兩人婚後 相處不睦 因而向羅馬法院請求分居和離婚 但是這段期間 這個女方早已跟另外一名外籍男子在一起 而且懷孕了 那男方認為女方在兩人還有婚姻關係的情況下就外孕 侵害了自己的配偶權 那女方則是主張義大利憲法法院已經將通姦除罪化了 而且依義大利的民法規定夫妻分居以後 如果一方有新伴侶 他方不能主張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 那最後我國法院依照義大利的法律判定女方免賠 我國的法律體系之下 配偶之間是應該要互付忠誠義務的 而本案是用義大利法律的結果 將容許婚姻關係存續中的兩個人 互相不需要婚姻的忠誠義務 理應因為違反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的第八條 違反我國公序兩署的規則 沒有關係這個州城委員的問題 再請被提兵人用書面來回覆好不好 好 謝謝周城委員 好 謝謝周城委員 這次周城委員 保持一段的公正超人開 不用進度的收入大陸會議的審判 讓人也會司法再次進行的行動 期監禮在上以後 公益以後長期再寫我 除了接公主的審刊的經驗 高度的保險資金 來回覆我們建議的資金 保證也請去做資金 為什麼要建議的資金 好 那周城委員的書面詢問 可以交給被提兵人 好 謝謝 來 下一位 我們請黃委員 國昌 我們請您 按對照我們 OK 兩位 廣島 我們請通知